看到他最後的影像 應該是在致命大道地下室的公共廁所 上完廁所之後再回到野居草檔 當下我就跟他說 有關這個案子 可能還是要跟你做個了解 因為畢竟他有來這邊上課 然後當下他也說好 我說那請問他們那一天做了什麼 他說我們就在裡面一起喝酒 喝到半夜然後小米就離開 我說那他怎麼離開 他說他就自己騎U-bike離開 大家結束他就騎U-bike離開 可是我心裡想不對 他根本沒有帶悠悠卡出門 他怎麼騎U-bike 我說你自己想清楚 過沒多久 他就說好是我 他就講是我 然後我說人這麼大你怎麼把他帶走 他說我把他分成七袋 七小袋然後分裝在三個袋子 用三大袋帶走 那據我了解應該在陽明山很山上 硫磺味比較重的地方吧 那結果這個硫磺味去壓制那個屍體 浮臭的味道 比較不會讓人家被發現 嘿我在發現場 電量宣言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豐德 在這一集開始之前 容我先花點時間 我聽你介紹華山1914文創園區這個地方 它是台北相當重要的藝術展覽 還有音樂表演的文化場地 前身其實是台北酒場 後來因為空間閒置才轉型為文創園區 到那邊不只是在看展覽而已 由於那邊有一個華山大草原 雙北民眾也經常到那邊去野餐約會 真的是台北相當重要的一個地區 而就在2018年3月到6月的期間 一群藝術團體 他們叫野青眾 決定在華山大草原 舉行一場120草原自治區計畫 顧名思義就是在120天內 接受不同的創意團隊還有創作者提案 加入來一起使用大草原 看可以迸發出什麼更棒的創意跟點子 因為這個大草原 之後會被司法院打造成司法園區 在那段期間算是閒置者 也沒有其他的用途 於是野青眾就像台北市府的都市更新處 申請之後 市府也覺得說空間活化很棒 大草原平常放置也是野餐 散散步而已 可能沒有什麼更多的用途了 如果透過野青眾來舉辦活動 那就更符合華山的文創精神 有何不可呢 於是他們就合准並且補貼了45萬元的經費 120草原自治區就在3月 如期在華山草原也展開了 並定下基本精神 分別是共同維護 尊重分享與貢獻 負責還有展現自我 總共5點來作為草原公約 並且以此來舉辦了上百場各式各樣的活動 不過呢 一起震驚台灣的犯罪 卻在支支區裡面開始悄悄萌芽 我們現在介紹這一集的來賓 是台北市警局公共關係室的 林霧正林俊葉 俊葉哥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光想到這個地點 想必各位聽眾 可能就已經猜想到是什麼樣的案子 不過由於這個案情內容跟發展相當的龐大 那豐德也整理了幾集的內容 想要跟聽眾們一起來探討 第一集就找來這個案件中相當重要的人物 俊葉哥來啟頭 準備好的話 就請聽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 2018年的6月2號 120草原自治區準備邁向最後30天的日子了 中校東路派出所有接到一個報案 俊葉哥還記得當時的報案的經過跟內容嗎 我記得當下拋鎖值班同仁公共反映 說有一位先生來拋鎖請求 要協助調閱露營監視器畫面 經了解原來是他女兒在5月31號晚上沒有回家 那家人也在當地的拋鎖 報案失蹤人口案件成立 只是因為過了三天都沒有消息 家屬他們側面得知 女兒好像有來華山大草原參加活動 所以來我們拋鎖請求協助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 是當時是高爸爸就到了派出所來 那他主要是說自己的女兒 小米不見了 大概已經有三天沒有回家了 是的 他們家是住在哪邊 我印象中好像住新店 在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地區 那一天出門有說要去哪嗎 還是他們怎麼得知的 據家屬表示 小米那天只有出門說要去參加活動 要上課 據高爸爸表示 他不管要去哪都會跟家裡做報備 所以當時要出門 家人也沒有太多反對 就讓他出門了 高爸爸所口中的小米是個怎樣的女孩呢 小米本身是很單純 那對一些藝文活動 或是展覽的這些活動比較有興趣 所以常常會利用放假的時間去上課 或者是參觀這些相關的展覽 當天5月31號 他就從新店的住家裡面離開了 大概下午的時間 出門之後就沒有再回家了 高爸爸有說過往小米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可能經常會晚歸 沒有回家等等的 因為高爸爸本身也是警務人員 所以他來的時候 他也很明確的表示 其實他對自己女兒的了解 小米從來沒有發生過說 出門沒有告知家人 或者是出門就沒有回家的記錄 所以他覺得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問題 才來拋鎖請求協助 晚歸也會跟家裡面的人講嗎 會 都會 好 那我這邊也來補充一下資料 其實當時小米他的手機是沒有帶出門的 原本是手機沒有解鎖 沒辦法打開 不過後來透過妹妹將手機給解鎖之後 就看到了說 原來小米當時有遊覽過臉書裡面 一個叫做野居草堂的粉絲專頁 並且跟他們有一些聯繫 在27號也就是失蹤前4天 小米就有詢問了一些活動的細節 他打算一個人來參加 他們所舉辦的公道的課程 後來喬定說在28號下午3點 小米就要去參加公道課程 所以他還有問很多問題 包含說課程是一天就要體驗全部嗎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神節課程 我是不是可以報名呢 可見說小米真的對這些文化課程很有興趣 從28號 29 30 31 一連4天他都有去到野居草堂來報名這些相關的課程 後來他們好像還有看到一個關鍵的訊息 野居草堂最後一天的時候跟小米有一些怎樣的關鍵對話 他們從對話的訊息裡面看到說他們有請小米到野居草堂的時候順便帶筆電來 可能要協助編輯一些相關的宣傳的海報或是文書 所以當天小米有把筆電帶到野居草堂這個現場 小米忘記帶了手機出門 那他還有忘記帶什麼東西嗎 當天他來報失蹤人口的時候 其實依照我們平常處理的流程 我們可能會透過手機來做定位 或者是掉月他又有卡的使用紀錄 當下的了解他當天沒有帶手機出門以外 他連平常習慣使用的優惠卡也都沒有帶 所以當天他是用投幣買票的方式搭乘捷運到華山大草原 所以後來我們有調閱一些關於小米當天出門的相關畫面 包含說他可能有搭乘捷運 有從新店那邊出門搭捷運之後 到了華山這邊最近的捷運站是 散島市捷運站 在這邊下車我們有調這些畫面嗎 有我們今天高爸爸提供的相關資訊 我們調閱到小米從散島市捷運站離開之後 一路步行前往華山大草原 那這中間還有到超商去ATM做提款的動作 所以這些影像我們都有調閱到 當天初步了解是有發現到說 小米確實有來到華山大草原 參加活動的種種的影像都有調閱到 有看到他最後在那邊的影像是什麼嗎 我記得我們當初調查看到他最後的影像 應該是在隔天的凌晨12點度 他從野居草堂離開到市民大道地下室的公共廁所 上完廁所之後再回到野居草堂 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對待到相關有關於他出現的畫面了 當時有掌握到說小米有去報名野居草堂的相關課程 那有透過高爸爸或者是你們親自派員去現場了解一下 他們到底是一個什麼單位嗎 因為畢竟他是市政府核定的活動 對 所以我們對他的正當性其實我們並沒有去做太多的質疑 那我們當下就是鎖定高爸爸提供的路線去調閱 高爸爸當下也有提供說他有去跟野居草堂這邊聯繫 然後陳柏謙跟他說他大概在2點多離開 可能跟了誰離開 那我們就針對他所說的這些市政府去調閱相關的監視器畫面 只是調閱的結果最後都一再子顯示出他是在說謊 沒有這一回事 陳柏謙他是野居草堂的負責人士嗎 是的 所以說這個野居草堂就是在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這個120草原自治區活動範疇裡面的其中一員是嗎 他應該也是跟野居草堂他們陳柱 然後在那邊蓋了一個小木屋 然後主要是做公道的教學 目前看起來小米有進去到那邊 然後有跟野居草堂的負責人有接觸過 除此之外跟那邊的其他人也有一些接觸嗎 我們分析他整個所謂參加活動 參加演講的這一些影像 其實小米在當下沒有跟太多的人做互動 他就跟著大家一起坐在那邊看表演 看完表演之後他就進到野居草堂去了 在野居草堂裡面的畫面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解到說他在裡面到底做了什麼 既然這樣子的話我們有去問一下 120草原自治區的活動負責人嗎 有沒有問問看他說他們有沒有看到 小米有到他們那邊去 或者是到底有跟誰接觸過類似這樣的話 因為其實負責人對他各個在裡面辦活動的人 他不見得會熟悉 所以我們在整個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就著重於在野居草堂的部分去做調查 OK 或許還有給予高爸爸怎樣的協助嗎 陳柏謙說他可能是在幾點幾分搭車離開 一開始的說法是這樣 那我們也針對他所說的時段去調閱了 確實在那個時候有兩三部汽車是從華山草原離開的 但是調閱的結果這些車要嘛就是公司的公家車 要嘛就是一般民眾的那種貨車 根本就不像於說跟誰到了苗栗 他那時候講說跟那個彩虹團體到苗栗去 彩虹團體是什麼 他這團體在崇尚於大自然 他就是在野外生活 那可能就不著義務 他說來這邊哪有帶了小米一起去苗栗 過這種野居的生活 是 高爸爸也跑到苗栗去看 依他所說的 大概有可能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也有請當地的警方去做配合 但最後的結果顯示出來 小米其實都沒有在現場 所以我們的調查又整個回歸到 回來華山大草原周邊 持續調閱監視器影像 原本小米他是要帶著筆電要去那邊 然後要幫忙做一些文書的東西 家人他們後來也有去找到筆電嗎 有 在野居草堂裡面 陳柏謙拿 那他怎麼解釋說 小米的筆電怎麼放在他那裡 他說小米說筆電先接放在這 先跟朋友離開之後再回來拿 他說的朋友就是這些彩虹團體的人 對 彩虹團體到底是真是假 反正他就說真的有 他就看到他們離開了 是的 所以變成短時間內也難以去核實 因為當下在我們調查的方向 一個陳年龍他跟朋友到其他地方去玩 或者是搭車離開 其實都是一個合理的範圍 對 這是在一開始調查的時候 就在我們尋找小米的這個過程當中 好像又有一位疑似是小三的女孩子 在社群網站上面接連發文 然後來指控說 這個野居草堂的陳柏謙 社後不離 當時有一篇內容是這樣子 他說 再怎麼樣痛苦難過 也要為了孩子堅強活下去 保持著心情迎接寶寶 心好痛心真的好痛 草三岩 陳擦千 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好狠心 不負責任的男人 社後不離 使亂中氣 但陳柏謙似乎根本不理 還叫老婆出來要告這名女子妨害家庭 當初有這樣的一個po文出來之後 不知道俊爺跟你們這邊有沒有掌握到這個消息 有 高爸爸有提供這個訊息給我們看 從這女生的留言去看 那就表示陳柏謙告的觀念 可能比我們一般正常的比較薄弱一點 另外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有發現 也曾經有他女性的友人在野居草堂 跟他過夜到天亮才離開 所以我們發現這種跡象的顯示 他應該在男女交往這部分 可能他是屬於持比較開放態度的一種人 儘管陳柏謙感覺很奇怪 但我們手上也還不足以直接發動一些行動 是嗎 高爸爸在期間 其實有直接很明確的跟我說 想告他綁架 那我說或許我們現在所有的癥結點 我們所有的可疑點都落在 小米最後見的人是陳柏謙 但是依照我們目前台灣的司法制度 你現在直接提告跟他說告綁架 我們現在通知他來 或許是不是會讓他有更多 警覺性去做一些滅政的動作 我們既然已經發現這麼多可疑的地方 值得調查的地方 是不是我們持續觀察 持續做調查 那要直接跟他開門見山談的時間 我們稍微往後一兩天 高爸爸當下也是同意的 但高爸爸當下就已經很堅決覺得他女兒是遇害了 他有這樣明確跟你講 那我是跟高爸爸講我認為兩個狀況 一個狀況可能就是小米真的遇害了 那或者是他是不是逼小米做了什麼 他是不是違反小米的意願跟他發生的關係 那他為了怕小米報案 把小米軟禁在什麼地方 然後或者是安撫他的情緒 等他情緒緩和之後再讓回去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當下覺得那我們就是先跟踪監尾水攤的車輛 那我們也透過監視器後面去調閱 到底他平常出沒去的哪裡 是 高爸爸他因為以前也曾經擔任過警职 他也有透過關係去找了一些民進的友人來協助 是不是 對 因為到後面我們越來越發現 他如果把他軟禁 他應該也要送東西去給他吃 那都不去餵他吃東西不去安慰他也不可能 當大家開始覺得說應該朝遇害方向來偵辦的時候 高爸爸請在民間的友人找了救難犬來 那確實救難犬在現場也有一些他所謂的生物上的反應 訓情是表示這個救難犬表現的行為應該傾向小米就在這邊遇害 當天其實是6月10號也就是小米失蹤的第10天 當時是遊俠搜救犬隊的教官陳欣為受到高爸爸的委託 帶著一隻收救犬叫做林志玲 就沿著華山草原來嗅吻小米的相關的味道 當時林志玲就是一路吻吻 那就帶著教官來到了野居草堂 並且繞著小木屋不斷的徘徊 當時其實已經晚了 今天算是深夜了 陳柏千應該也是聽到聲音 就主動打開門出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看到了教官跟收救犬 接下來我就要播放一下當時教官他的秘錄器音檔 由於陳柏千他站的比較遠一點 聲音會比較稍微小一點 後續陳柏千也讓教官跟林志玲 進到野居草堂裡面 我們就來聽聽他當時的一些反應 跟他講到野居草堂裡面的 這個 這是 進來的 蛤 蛤 他 他底電是在這裡面是不是 自己也底電在這裡面 他下那麼多天了 只是說大概抓一下他了 又中間要下雨 到他差不多就衝走 系統平均也不見了 系統平均也來這裡 都幾乎都在這邊到 因為我放在那邊應該這邊 因為我到這邊坐這個位置 所以我從這邊也可以看到那邊的 居住有一個像居住的地方一樣 他筆墊在哪裡 原本保那邊 喔 擺在那邊這樣子 喔 那個 他妹妹就這樣 這樣子 這個之前都沒有衝就對了 他那天就是放那裡就出去 對 這樣 所以說 不許 因為是追蹤他的味道 嗯 他都有殘留 那因為 因為像這個人來人往的 味道會一直擦 一直擦散 他有聞到了 他有聞到味道了 對 去吧 去 去 對 他有聞到了 你問的味道比較明顯 這個很明顯 他這裡的保留比較完整 威瑪勒潛 威瑪勒潛 威瑪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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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製作裡面的表 保留表比較完整 你看他進來以後比較抗生 喔 那 這 等於這個 外面的 他 還有味道 只是擴散比較嚴重 因為他 很有下雨 對 那個 外面的 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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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這裡 這裡面很明顯 走 走 去吧 謝謝你 謝謝 嗯 當時高爸爸 也有把這段探訪的過程 有告訴 俊烈哥你們嗎 有 高爸爸有跟我們說 救難犬 他的反應狀況是怎麼樣 他進去之後 到底是聞了哪些重點的地方 據我了解 他進去之後 應該周邊都有相關的氣味 氣味比較重的 好像是在 野區草堂內的床上吧 陳柏欠的床鋪上就是 床鋪上 對 當時的這個搜救群 甚至是直接跳到床上去 一直聞一直聞 甚至還有試著要去挖 動作非常的大 另外還有在聞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軍綠色的軍備箱 那當時呢 教官看到多多群有這樣的反應之後 其實就有底了 不過 陳柏欠其實是在一旁不斷的微笑著的 相當的鎮定 甚至還去問說 你的搜救群是什麼品種啦 等等的狀況 感覺他好像 對於搜救群真的進來他的野區草堂裡面 然後來這樣子秀文 他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一回事 其實我覺得他一直在營造 他是不知情的第三人 就如同高爸爸曾經說過 在小米遇害之後 他也甚至用自己的臉書 傳訊息給小米 說小米你在哪裡啊 你爸爸媽媽在找你啊 你要趕快跟家人聯絡等等的 他似乎在營造 他就是一個想急著幫忙找回小米的第三人 所以他也就非常開放的 就讓這搜救群進來了 既然有一個這樣子的線索的話 可以說他應該是算涉嫌重大的 是 音檔裡面還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他說之所以會有氣味呢 是因為小米曾經來他這邊上課啦 還有拿筆電來啊 所以很有可能筆電裡面的一些氣味 還殘留在他的這個草堂裡面 這是他當時的說法 這番說法啊 軍業哥你或者是包含高爸爸他們 你們當時有討論嗎 你們覺得相信嗎 但其實就我們在行事案件上的處理 你說筆電上的氣味 其實是不可能殘留這麼多天 搜救群聞到這樣的一些氣味之後 足以讓警方或者是高爸爸 想要再進行更進一步的一些動作了嗎 有所以其實當下我們也是持續在觀察說 他後續到底去了哪裡 或是後續有哪些的動作 高爸爸也一直每天跟我保持聯繫說 他覺得他的女兒確實是遇害了 那我也跟他說 我們的警方目前判斷的結果也是不樂觀 我們是不是挑個適當的時間 直接面對他 因為我覺得陳柏謙他應該也是一直在觀察 為什麼警察都沒有來找我 他也覺得很奇怪就對了 對那其實他不知道說我們一直有在紀錄他 有誰來過他這兒 甚至他使用的車輛去了哪裡 其實我們都有在做這些動作 我們是派一些便服就在他的周圍就對了 是的 到大概17號我就跟高爸爸說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找他來談一談 高爸爸也同意 因為其實我們收集的市政大概差不多 所有的癥結點都在他身上 我們市政夠了我們來跟他談 才能夠足以去突破他所捏造出來的謊言 所以我們在6月17號的下午就去通知他 請他先來報索做第一次的說明 搜救犬之後 好像高爸爸還有找到一個蠻關鍵的一個線索 是有找到說當晚跟陳柏謙 還有跟小米一起在場的其中一位友人 是的 他也問他說當天晚上到底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有人就闡述說幾個朋友 還有來野居草堂的這一些民眾 就大家坐在一起喝酒 喝酒聊天 然後到半夜之後大家各自離開 大概喝了什麼酒 是喝了什麼酒 白酒加啤酒 這也是我們之後突破案件的一個線索 31號深夜一直喝到1號的凌晨 大家才散去就是了 這等於有點打臉到陳柏謙之前的說法了 對 陳柏謙原本是說什麼彩虹團體 然後早就被他們走了 是說什麼小米都沒有在裡面逗留 就只有說要跟朋友離開 所以這也是我們跟高爸爸說 我們把所有的事證了解完之後 我們再來足以突破他後面要對我們的說辭 在我們即使知道他有犯罪行儀的狀況之下 我們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 我認為這些事證還不足以到 我可以請拘票去逮捕他 所以我如果直接用太強勢的說 我懷疑就是你 或是用很強勢的方式跟他說明 他可能不會配合我 他也不會過來 這樣子我對這件案子其實沒有幫助的 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我們還需要再一些佐證 盡量不要讓他起防御刑 那他答應呢 他說我一定要去 我說對我請你過來一趟 我說你不過來可能我還是會去找你了解 然後他就說好 那就跟我約了大概6點來報索說明 那我就帶他到2樓 征訊室嗎 我們辦公室沒有 我沒有帶他去征訊室 泡茶區 對因為我覺得讓他去征訊室 會讓他的反應會更大 是提防性都起來了 對 我當下我就跟他說 有關這個案子 我在想我們可能還是要跟你做個了解 因為畢竟他來這邊上課 然後當下他也說好 其實在這整個對話的過程中 你可以發現他講話是不看我的 他就一動也不動看著正前方 我今天想不對啊 講每兩句要看他站著就有個譜 那我說那我可能有幾個問題會問你 那你覺得你有辦法答覆我的問題嗎 他說應該可以 我說那我希望你先回想清楚 到底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要講錯了 對不要講錯了 你如果講錯了 那到時候你又說什麼 你記錯了 所以我希望你先想清楚 我再回答我的問題 嗯 然後他說好 然後我說那請問他們那一天做了什麼 他說我們就在裡面一起喝酒 喝到半夜然後小米就離開 我說你們喝什麼酒 他說他就是白酒加啤酒 我說那他怎麼離開 他說他就自己騎U-bike離開了 大家結束他就騎U-bike離開了 可是我心想不對 他說謊 因為陳如我們一開始講的 他根本沒有帶悠悠卡出門 他怎麼騎U-bike 也不能夠投零錢啊 對 我說他就沒有帶悠悠卡出門 請問他怎麼騎U-bike 而且這周邊哪邊有U-bike站 然後他就不說話了 嗯 我就說那你不是跟我說你想清楚了嗎 你都已經想清楚了 那你怎麼還會記錯呢 然後這時候他又不講話 又看著前方 對他這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覺得我現在是想跟你談呢 還是你覺得我現在就是要抓你 嗯 我說我很明確的告訴你 我認為斷點就是在你身上 但我找你在這邊談 其實是有目的的 我該留給你的尊嚴 留給你的尊重 我還是會留給你 嗯 你剛剛講得很明耶 對然後他就不講話 那我就說那我再問你 那請問他到底怎麼離開 他說我想起來了 就一個女生走進來跟我打招呼 我跟他講說我這邊女生不能過夜 我請他幫我把他送離開 我說可是不對啊 我怎麼記得有 曾經看過女生在你這邊過夜沒有離開 然後他又不講話了 我說其實我們所有調查的急診 就在你身上 我想你跟我都很清楚 你覺得我現在呢就很明確的告訴你 你做了什麼 還是你覺得我要給你一個機會 你覺得你現在是要直接拍桌子 跟我說就不是我 不關我的事 那我就要離開 那我也會讓你離開 但我跟你保證 我所有調查的事證 最後你想求我 你想跟我說 你是基於什麼原因做了什麼事情 我想我都不會跟你談 因為是你放棄這個機會 是 還是你覺得你有話想跟我說 然後三個小時後你回來找我 就是你給他第二個選擇就對了 對 那我辦了這麼多案件 抓了這麼多違法犯計的人 每個都說我沒有罪 怎麼會跟我講 那你給我三個小時 我回來找你 陳柏欣選了第二個嗎 對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 一樣是看著正前方沒有看著你 對 我跟他講 不管你是自白自首等等 你的相關法律程序 我會保障你的權利 如果你選擇二的話 對 他說那請你給我三個小時 讓我想一想 到底是怎樣的人會選擇第二個選項 如果你是真的清白的人的話 是啊 所以當他離開之後 我就請所有的同仁在周邊加強巡邏 那也跟同事講 我說這女的遇害了 等一下一定會有動作 我那時候是跟高妹妹聯絡 就是小米的妹妹 我跟他說我認為姐姐已經遇害了 確定很明顯 不管我跟她對談的反應等等 她沒有辦法支援其說等等 我說她待會應該會有一些動作 他們確實有發現她在整理東西 那施政就更明確了 你說她回到她的野居草堂裡面在整理東西 她就開始整理東西了 裡面有人嗎 有 裡面就是有一個跟她 曾經共同過夜過的一位小姐 還有一個男性友人 他們在裡面聊天 對 她那時候也有請男性友人 當晚先把她房子的一些刀具先送走 30小時過後 我們就直接過去請她回來說明 帶她回來的這個過程順利嗎 不順利 因為在帶她回來的過程中 這個女性友人 其實對警方一直提出很多的質疑 她說你憑什麼把她帶回去 你憑什麼請她去說明 你們怎麼可以把她帶走 然後甚至對警方口出而言 那這當下很明顯的 她就是要 維護她嗎 對 她除了維護她以外 她可能要形成一個現場 警方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子就退縮 或者是說警方可不可以把焦點轉移到她身上 讓陳伯健可以離開 所以當下我們也依然有人做決定 這女生她有違法妨礙公務的部分 依法偵辦 她的辱罵 我就請當場指示同仁依法做逮捕的動作 直接壓制囉 直接壓制逮捕 並請陳伯健一同回來陪合 基於這個案子 她在現場 她也是證人 她有看到 除了請她回來說明這個妨礙公務案件 也非常的合理 她在現場算關係人 基於我要跟大家了解其他案子 請她回來也非常合理 因為她也答應我要回來 更何況她所謂她的好朋友 她的友人被我們帶走了 她勢必也要陪她回來一趟 所以最後我們就請同仁把她帶回來 那我們將兩個人請回派出所後 但是要來正式來說明 她想了三小時了 那帶回派出所後 經過是怎麼樣的 我們有馬上請她來說明嗎 還是有跟她溝通一下 回來的時候 她爸爸跟友人也通知到了派出所 他們就說他們想再跟她談 因為他們一直希望可以帶來的是好消息 嗯 但陳柏堅依舊是始終不鬆口 那凌晨大概將近一點的時候 她就說可以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談一下嘛 跟你嗎 還有她爸爸那個友人 我說OK啊 當你覺得說你現在可以談了 那我們就來談啊 對啊 我說我都在等你啊 爸爸的友人是個怎樣的角色 她蠻信任他的 或者是蠻想跟他談話的是嗎 嗯沒有應該是說 她本身可能經濟狀況也不錯 所以希望說她如果願意說的話 其實當下我們都已經大概知道 狀況應該是不妙了 但是她總覺得說 如果是她願意透露相關的訊息 或者是其實不是她 她只是一個發現的人 或是她知道什麼事情 她只要願意說出來 她願意給他一筆費用 那她找你們去這樣溝通 三個人一起溝通 是要講什麼呢 那陳柏堅依舊也是周遭不知道嘛 那最後我還是跟陳柏堅說 你不可能不知道啦 這問題都在你身上 對啊 我說你自己想清楚 那我答應給你的承諾 我會給你 過沒多久 他就說 所長你答應我的你會做到嗎 我心想大概差不多了 我說我答應你的我會做到啊 該保障你的法律程序 我一定會保障你 好你放心 不是你做的我也不會栽账你 然後他就說 好是我 他就講的是我 我說是你 人咧 他說在陽明山 我說你把他 他說對 然後我說 人這麼大你怎麼把他帶走 他說我把他分成七袋 七小袋 然後分裝在三個袋子 用三大袋帶走 其實到現在講起來 我覺得現在也是很痛 因為其實當天 他跟我講這些話的時候 也是在二樓的泡河區 對 就有個監視器看得到樓下發生什麼事情 高爸爸媽媽媽在樓下的時候 其實這些話我都沒什麼正式說過 其實高媽媽也跟我說 他問神明 他覺得遇害了 但是叫我不要跟高爸爸說 他說怕高爸爸會難過 然後爸爸也跟我說他覺得狀況不好 但是不要跟高媽媽講 怕高媽媽會難過 其實兩個夫妻是這麼欣欣相惜 然後女兒不見了 然後這樣子顧著對方 所以當我在樓上的時候 當他跟我坦誠這一幕的時候 其實高爸爸還坐在高媽媽旁邊陪他聊天 還在希望他不要想太多 我看了這一幕 然後聽到他跟我坦誠說 他把他分死 其實我當下三十分鐘 我不曉得怎麼跟高爸爸開口 因為我覺得我為人父了 會覺得說一個小朋友養這麼大 然後卻這樣子 我要怎麼跟他講 事實是這樣 那當然最後還是選擇跟高爸爸跟媽媽講 那當然媽媽當場情緒是失控的 那爸爸很堅強 不過跟爸爸說 等一下我帶他下來 那可不可以拜託你們 你們就不要對他有一些暴力的動作 那我們去把現場還原 他爸爸也同意我了 但現在的司法判決讓我覺得 其實我那天不應該講這句話 怎麼說 你這種司法的判決 我覺得高爸爸高媽媽痛打他一頓都剛好而已 這種司法判決的結果卻變成說 他有叫化的可能 然後無期徒刑 然後一條人命就這樣沒了 他就只為了求歡 最後證明他為了求歡把他殺了 然後高爸爸跟媽媽還選擇非常的理性 沒有罵他 就看著他在旁邊跟我們把他帶走 真的是很難過啦 這一幕其實真的是很難過啦 是 那你們將他帶到姚明山去嗎 那他是丟到姚明山的哪邊 你們帶他去哪邊找 當下我們就先回野區草堂去做現場的還原 他就大概講那天發生什麼狀況 是因為四點多醒來 想跟他發生關係 那他可能拒絕 然後結果他一氣之下把他掐死 掐死之後先放進軍用箱裡面 三天後再做肢解 那後續的部分 因為後續的搜尋遺體的動作 就是由政材隊負責 那據我了解 應該在姚明山很山上 硫磺味比較重的地方吧 分開丟棄 因為他可能想說 可能野狗有可能會把這個 屍體的部分可能會啃死掉 那藉由這個硫磺 去壓制那個屍體浮臭的味道 比較不會讓人家被發現 所以我們後來也有在那邊 找到了他小米全部的石塊了嗎 沒有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他 有一個胸部沒有找到 另外一個胸部跟外陰部 是在他家找到的 至於他到底為什麼會有這些 肢解的一些技能 你們有問他嗎 我有問他 因為照理說我們一般的料理刀 針對骨頭的切割應該是不太可能 他說因為之前有宰殺過山豬的經驗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說他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也參加過生物研究社 當時就有學習一些 肢解生物 還有製作生物標本的一些相關技能 那至於這個 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小米的左側乳頭 以及外陰部 全部都將他製作成標本 他說都是自己犯的嗎 你們有想說有共犯的可能性嗎 其實如果就犯罪事實來講 我們認為他應該有可能是獨立犯罪 但是有可能是一些原因促成的這個犯罪 打比方事前的飲酒行為 可能大家起哄 是不是有灌小米的酒 或者是陳柏堅可能本來就打算 跟他發生什麼關係的行為 透過有人的幫忙 跟他喝酒幹嘛等等 這或許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打比方說 我有件想跟他讓他住在這 可能我這個朋友就好 我幫你把他灌醉等等 但整個殺害 據我們了解 應該他是獨立完成的 他一開始是說 他原本想要性侵小米 但是沒有得逞 不過後來他又有改口說 他其實是有性侵小米的 這部分是怎麼回事 性侵殺人跟殺人後性侵 他的行度當然是比較不一樣的 性侵殺人相對他的惡性是比較重大 如果你殺完人之後再去做性侵 可能後續的性侵行為只是毀損屍體而已 後來改口說 其實當天晚上 他跟小米是睡在同一張床上 氣氛不錯下 彼此只有一些親吻跟撫摸 正準備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他偷口說出自己有老婆小孩 小米一直非常生氣 跨坐到他的臉上 因此一時氣氛之下 才將他給打死 他這時候就有一個不同的說法 他說是小米先動手的 因為他自己說出他有家事了 那是可能小米原本不知情 可能基於要自衛的傷害下 失手才會將他放給殺死 這是他當時這個說法 不過這一點 我們這邊就要來講一下解剖報告了 後續法醫潘志欣有解剖這個議題之後 認定說小米是被他人給徒手勒緊 最後因為腦部缺氧致血才會死亡 那到底有沒有性侵呢 法醫採集了死者的下體 以及子宮頸的肩體之後 發現說有精蟲的反應 不過到底是屬於生前射精 還是是侵害屍體呢 法醫又發現說死者的陰部 還有他的陰道壁 跟這些子宮頸本身有充血的生理反應 為什麼會有這些生理反應呢 是因為有心跳那這些地方呢 才可以充血喔 所以很有可能 小米是在存活的狀態下被性侵的 這是最後法醫的一個判斷喔 也影響到後面的一些法官的判決 他沒有想到陳柏欣被起訴之後 並求出死刑 開庭之後大翻拱啦 還說出了一道辯解說辭喔 簡單來說就是他覺得這些嚴重的刑責啦 包含殺人啊 性侵啊 全部就推給了一個名叫Eric的人 這部分軍業哥當時有沒有了解他的這範說辭 然後我們有沒有協助到調查部分 有齁 其實在一審過後 我有聽高爸爸跟我說他變更的說法 他說有一個Eric殺人 那他因為是被Eric威脅 所以才會協助回氣屍體的部分 那邊沒有殺人 當然我們尊重嫌疑人不治正極罪嘛 這是天性 但是在所有調查的結果跟調查的過程中 都沒有這個Eric的存在啊 而且他跟我坦誠犯罪的當下 都沒有提到說似乎有共犯的這個狀態 如果其實有Eric他當下 他的坦誠的犯罪事實 他可能也會有一點 有一點反覆或置物歧視等等的一些生理反應 或其他的相關生理反應 但就整個問訊的過程 其實是沒有這個所謂Eric的人的存在 我認為他是一個要拖延審判流程的一個說法 那當然嫌疑人提出了 那警方跟檢方就有查證的必要 我印象中正台隊還是有去做調查 那甚至把他講的大概的影像啊 畫像做成人像畫出來去比對 那最後調查的結果都是沒有這個人的存在 是這個Eric的畫像總共畫了三張 但因為陳柏欽他自己說 他不知道Eric的真實姓名 那只能夠透過這個畫像來做一些人臉比對 但也都一直比對不出來 有Eric這個人的真實存在 那到底有沒有Eric呢 後來議審法官審理的時候認為 在翻供的時候陳柏欽說 他根本不知道小米是怎麼樣被Eric殺掉的 因為他沒看到過程 他看到屍體的時候 小米就已經躺在這個箱子裡面了 所以他沒有看到Eric怎麼把小米給殺害掉的 但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曾經講過陳柏欽他的說法 而後來這些說法也跟法醫的鑑定結果相符 這些包含這個傷痕也都跟他的所述相符 儘管陳柏欽會做標本 但是他本身並沒有專業的法醫知識 既然Eric沒有跟他講他怎麼樣去殺害小米的 那他怎麼可以從這些屍體的外觀來看出死因呢 所以法官聽一聽之後 覺得從這方面是一個相當大的破綻 由此可知 就是陳柏欽將小米給殺害的 只不過他虛構出一個Eric 將殺人還有性侵 全都推給一個無法證實 像幽靈一般存在的他 算是態度很惡劣相當冷血 已經達到兩公約中 情節最嚴重的犯行可以給他判死 那儘管他當時有向家人道歉 但是仍然沒有誠實來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來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當時一審有委託檢察教授 來替他做一個心理評估 裡面報告中有寫到這一段 算是相當關鍵 陳柏欽他的自我概念不穩定 且有高度的高估傾向 他相當的關注自身的成就表現 並需要別人來正向回饋他 來支持自己的自戀的需求 不過別人對陳柏欽是有潛在的危險的時候 尤其是情境壓力比較高的時候 會大幅來削弱他的注意力、意志力 以及自控的能力 他很容易就會做出一些隨機的衝動行為 陳柏欽對此很習慣透過理智化 來隔絕掉一些情緒干擾 來應對自己的一些負面情緒 以及一些無助感 再透過合理來自遠其說 這些狀況在有人願意包容他 以及願意處理他的這些情境之下 是很難獲得改善的 所以最後鑑定下的結論是 由於陳柏欽他只承認部分的犯行而已 他暫時沒有辦法去推論他犯罪後的 可教化程度 以及再社會化的可能性 當時有一個比較保守的評估 不過法官也依照這個報告內容 認為陳柏欽的行為模式 其實是矯正不容易的 尤其在他沒有徹底悔悟之前 更難有一些更生、改善的可能性 如果僅僅判他無期而已 不但不足以還給被害人小米還有家屬的公道 也不能夠去撫慰被害人家屬 他失去親人的痛苦 因此判陳柏欽死刑在一審的時候 在當時生理過程還有一個重點 是陳柏欽的律師認為說 陳柏欽應該是符合自首要件的 應該是可以減刑的 為此當時俊爺哥好像還有出庭作證是不是 出庭的時候陳柏欽一直主張說 他主動跟警方坦誠所有的犯罪過程 但其實我也跟檢察官說明 其實我們在事前就做了很多的所謂的偵查動作 不管是使用人臉辨識系統 不管是調查他的車牌 分析他的臉書 甚至跟蹤他 或者是在外面觀察他的一切行為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心證表示 他是本案的關係人 而且涉案重大 他並非說在我們不知道所有的狀況之下 才來主動跟我們談成這個罪行 更包括說跟他的第一次約談 他自己跟警方表示說 他需要時間思考等等 其實這對警方來講 都是一定程度的心證 也是犯罪行為的顯示 所以他並不符合自首的要件 所以一審的把關其實是支持的 當時一審被判處死刑之後 幾乎他的每一項說詞都被證人給打臉 而俊爺哥可能跟家屬們沒有想到 最為關鍵的自首要件 到了二審的時候 竟然會翻盤 二審法官最後認定 俊爺哥當時並沒有客觀的證據 可以去指向陳柏欽有犯罪 只是猜測他有可能有犯罪而已 因此陳柏欽他符合自首要件 這樣判決出來之後 俊爺哥應該很正經吧 你覺得他到底法官的考量是怎樣 我覺得我不辨評論法官的考量 但在現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 如果陳柏法官所言 你必須看到他殺人 你必須看到他手持兇刀 你必須看到他逃逸 你才能夠說對 他就是犯人 這個世界可能很多的犯罪 都符合自首的要件 他不能夠用這麼客觀的犯罪事實 來否定警察針對證判案件過程中 他的職業上帶給他的經驗法則去做的判斷 甚至他已經發現有連結去做的調查 他不能去抹滅這些所有前置的偵查行為 如果這些偵查行為都不構成 那我相信在資訊影片這樣子發達的狀況之下 可能100件男性有30件都是自首 因為警察即使知道是他 警察即使對他展開了調查 但警察如果沒有看到他手持兇器 警察沒有看到他逃逸 那他都算自首 那這樣子對社會不會有幫助啊 當時包含你跟高爸爸就掌握到搜救犬 還有掌握到他的這個說法跟之前不太一樣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線索 所以也是你認為的這個客觀證據嗎? 對不過這個二審法官就覺得不太是啦 那其實當提出上訴之後 確實這個判決是被拨毀了 最後的結果也是證明他不符合自首的要件 沒錯在二審的法官當時認定 陳柏青有符合自首要件喔 當時呢就從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喔 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下一集我們將換一個不同的視角 感謝君彥哥的分享 感謝你 謝謝大家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呢 歡迎到一次閨記的臉書搜尋我在案發現場 歡迎到一次閨記的臉書搜尋我在案發現場 歡迎廉書搜尋在明記的臉書搜尋在甲端上